在加拿大创业这么久分享一下你创业几年 可以 我们在加拿大这个创业已经十年了 在十年当中呢一些呢说一些这个关于这个超市方面 因为我是做零售业的超市行业 主要呢因为呢我们比较跟其他的一些主义有点不同 我们是比较创新 所以基本上在这创业当中呢 这两三年当中呢我们创出了一个新的市场 开创了一个新的市场 主要是以多族裔的 而且是以东南亚 而且以穆斯林为主 这也是我们唯一一个华人 一个在华人当中呢 唯一一个能进入穆斯林市场的一个超市 我们以后呢还准备进入其他族裔的 多族裔的方面去发展我们这个创业 所以我也希望这个 就是作为一个生意的人呢 就是不能就基本上要不能就是顾着本业 基本上要去一段一段时间创新 然后呢去一旦稳了以后呢再去创新去发展其他的路 这样的话呢这个行业呢 可能会越来越稳 大家为什么选穆斯林市场 因为穆斯林市场呢 因为我们经过调查 几两年了 经过这个调查两年呢 它这个市场呢 份额很大 对而且份额在这个市场上面呢 而且还没有人去开发这个市场 因为它本族的在这边呢 有几十万的穆斯林了 但是它本族的这个超市还没有 一个大的型的超市还没有 所以啊我们看中了这个市场 就去创了开创了这个市场 因为将来市场也是非常大 你不是穆斯林吗 我不是穆斯林 但是你怎么懂得了解这个穆斯林文化 它的市场没有关系啊 对文化它的文化非常有关系 所以其实我们两年时间呢 一直在研究他们的文化 而且他们族裔的一些避讳啊 忌讳的东西 这都是在这 我们下面还没开始去进入这市场的时候 我们花了两年 真正两年时间去跟他们打交道 而且经常去他们的他们的教堂 然后跟他们的长老 跟姓穆斯林的朋友 然后交朋友聊聊这些他们的信仰 而且他们的习惯 那你说要打进不同的族裔市场 你有雇佣那个族裔的人 当那个是说雇佣呢 就是一个这个主角呢 对我们到主要就是到一个地方呢 我们基本上要的员工那都是就地取材 那这样呢也希望帮到他们我们这个社区的就业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所有的员工 百分一家店呢 里面的百分呢 占了百分六十的员工呢 是在是在他的community里面招的 这样的话呢 这也是替我们当时也替我们宣传 因为我们用了他的这个市场 然后呢去做了他的市场 但是呢要回馈给他们 这是我们的那个最基本的那个用 所以就是说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给你提供的商机 对其实就是因为加拿大的这种呢 特殊的国家呢 他这种多元文化给我们呢 开转了一个新的一个路 好 看这边